也是希望和民众结好原来自台中的传统手工艺编织令草 昨天在台北有一场教学活动 30多位台中港区的自己志工特地北上来手把手教学 因为令草来自上人家乡编织之后可以做成很有特色的结缘品 手速制快那么多根令草交叠都不会打结 编织令草对台中港区志工刘秀莲来说是从小就开始累积的技能 我小毕业 家境不好妈妈在做人家那个贸西行拿草来给我们做 结婚以后也就没有在做 不知道说那么几十年了结婚那么多年了还记得 作品集一摊开 小制吊饰 杯垫 大制帽子都出自他手 而他们其实是一个团队 人人都编织到能当老师 你看原本 他是三角形 所以要喷水 喷水之后要压平 还可以立体的 不然他就圆滚滚 你就没办法成一个形容出来 来自台中的团队周末特地北上到台北纠纷会 这次任务是传承记忆 活动消息一释出 马上有将近七十人报名 学员从九岁到九十多岁都有 很多人第一次接触都说好好玩 没有接触过令草 所以对于做上人馆的整个结缘品是非常非常的适合 初心是为了结缘品开版培训 希望能在台北成立令草编织班 但同时也为台湾传统技艺延续生命 大爱新闻 林怡婷 李健宽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